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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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庄德福 这次要来分享的是蔬菜料 这是一道快炒的家常菜 菜名叫做清炒芥菜 要怎么炒才会香气适宜 脆绿鲜甜 现在告诉你 影片喷出过程里不明来的地方 请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会尽快回复 喜欢我的影片 请按赞订阅加分享 记得开启小铃铛 准备的食材有 大芥菜一颗 将15克 芥菜切片状 叶饼的部分比较厚 叶子的部分比较薄 所以我们叶子的部分 就这样切就可以了 然后因为叶饼的部分比较厚 所以我们要这样切 将切丝 先切片 再切丝 切片 水滚了之后,盐一小匙下来 糖二分之一小匙 芥菜下来 落盐的木垫,可以让它定型,更清楚 放糖的木垫,可以起到它的口色味 水再次回滚,转中火 煮两分钟 时间带来把芥菜捞出来 盖一个炒锅开火 锅子热了以后,香油1.5大匙下来 薑丝下来 炒香 因为是快炒的菜,所以我们全程都是用大火 好,香炒香了以后,芥菜下来 鸡骨高汤100ml,下来 鸡骨高汤100ml,下来 米酒1大匙,下来 盐2分钟 盐2分之1小匙 盐2分之1小匙 好,拌炒一下油 熄火 盐 这样就完成了美味的清炒芥菜 美味绝窄 美味绝窍重点说明 滚水加入盐、糖、川煮芥菜 可定摄去苦味 热锅下香油爆炒姜丝 香气十足不发苦 淋入高汤调味快速拌炒 脆口鲜甜超美味 喜欢我的分享 记得帮我按赞跟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